每日亲近神 为喜爱耶尔华的律法 昼夜思想 这人便为有福 但愿今天你能够从神的话语里面 亲近祂得着亮观 《猎王记上》第二天 《猎王记上》一章二十八至四十节 所罗门登基 大魏王吩咐说叫八十八来 八十八就近来站在王面前 王骑士说 我指着救我性命脱离一切苦难 永生的耶和华骑士 我既然指着耶和华 以色列的神向你启示说 你儿子所罗门必接许我作王 坐在我的位上 我今日就必照这话而行 于是八十八脸浮于地 向王下拜说 愿我主大魏王万岁 大魏王又吩咐说 将祭司撒都 先知拿丹 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亚召来 他们就都来到王面前 王对他们说 要带领你们主的仆人 使我儿子所罗门 骑我的骡子 送他下到基训 在那里 祭司撒都和先知拿丹 要告他做以色列的王 你们也要吹脚说 愿所罗门王万岁 然后要跟随他上来 使他坐在我的位上 接续我做王 我已立他做以色列和尤大的君 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亚对王说 阿门 愿耶和华我主我王的神 也这样命定 耶和华怎样与我主我王同在 愿他照样与所罗门同在 使他的国位 比我主大魏王的国位更大 于是祭司撒都先知拿丹 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亚和基利提人 比利提人都下去 使所罗门其大魏王的罗子 将他送到基训 祭司撒都就从帐墓中 取了成膏油的脚来 用膏告所罗门 人就吹脚 众民都说 愿所罗门王万岁 众民跟随他上来 且吹敌大大欢呼声音阵地 大魏采取了迅雷不及掩耳的做法 立即命令贴身群臣 促勇着所罗门往基训登基 基训距离亚多尼亚宴请宾客的引罗节 只有半公里远 虽然中间隔着山丘 不过声音却可以靠着 吉伦西谷的回响传道 显然这是个刻意挑选的地点 终于 王位争夺的事件没有扩大 而且和平落幕 所罗门照着大魏的心愿和神的旨意 登上了王位 如果跳出权力分配的考量 单从属灵的角度来思考 所罗门接替大魏这件事 其实更重要的是属灵的传承 所罗门的名字耶底底亚 是上帝界拿丹四下的名字 表明上帝喜悦所罗门 大魏预备了建殿的材料 继承者必须是神所厌重的建殿之人 是个与上帝有亲密关系的人 然而大魏却一直没有透露 这位属灵的成绩者是谁 从圣经的一贯脉络来看 属灵的传承一向是上帝所看重的 所以耶稣受高开始侍奉之后 并没有单打独斗 而是呼召了十二门徒 就连习惯于独来独往的以利亚 也被上帝吩咐要完成属灵传承 才能攻城身退 因此从另个角度来看 亚多尼亚之所以会寄予王位 大魏也负部分的责任 因为大魏没有让人知道 谁是他的属灵成绩者 属灵传承也是今日华人教会 非常忽略的一个课题 不论是全职侍奉者 或是代职侍奉者 都只会一股脑地拼命侍奉 各自追求 很少看到哪个服侍者 像保罗一样有属灵的真儿子 像保罗一样挑战跟随者 效法自己的榜样 因此在华人教会中 总不能够将优美的属灵产业 传承下去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在属灵的追求上 是否也是个独行侠 圣经吩咐你我 不论我们的属灵程度 或深或浅 都应该将信仰的产业 传承下去 亲爱的主耶稣 求你赦免我 过去完全忽略 自己必须传承信仰 以为只要自己信得稳固就好 求你帮助我 也帮助所有神的儿女 看重信仰的传承 每个人都开始做门徒 并且带门徒 阿们 道读神的话 提摩太后书二章二至三节 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 听见我所教训的 也要交托那 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 你要和我同受苦难 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 阿们 主啊 你引导我不只是看重信仰 还要成为能传承信仰的人 将你所教训我的 交托给那忠心 能教导别人的人 阿们 亲爱的主耶稣 就如我们传福音做见证时 不管遇到何种情况 都能坚定地信靠你 依靠你 在恩典中刚强 专一 过舍己的生活 阿们 亲爱的主 谢谢你教导我 要将人领到你面前 愿你使我得着你的智慧 不是用自己的方式而行 而是遵循你真理的教导 阿们 主啊 我渴望成为传承信仰的人 求你来帮助我 赐我智慧与勇气 将基督的真理 传承给身边的人 阿们 主啊 虽我是家中第一代基督徒 但凭着你教托的事 顺服你的教导 我得以将福音成功传出去 使人认识你 受洗归入主的名下 阿们 主啊 谢谢你一直与我同在 愿我能遵循你的教训 做你忠心又良善的仆人 成为你团队中的精兵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耶和华 你的话安定在天 直到永远 愿神祝福我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